大家好,再來我為大家介紹一個我們怎麼樣鍛鍊側腹的肌肉的一個訓練方式 我會使用剛手調到一個差不多在手背高度 對手背外側,因為它等一下這邊會做一個直撐轉體的動作 好,然後當我們有在握右手的時候 其實我們待會在轉的時候記得你要踩一個小的弓箭步來保持身體的穩固 然後當你這個在轉體把你轉過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的盡量可以不要前傾就不要前傾 就像領骨一樣,原地自轉就好 然後你握的是右手,出力在左邊的腰 好,來,看我做一下示範 換邊 好,像很多會去打高爾夫的老闆跟老闆一樣 他們常常會用到這個側腰的肌肉 可是他們常常練的是動作 而且發力都發得很完整,又可以揮得很遠 可是常常打兩三遍之後發現腰的力量不夠 會非常的酸厚 所以這個動作是對於我們的側腰還有腰部的發力會非常有幫助的 希望這個動作對大家會有幫助,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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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